一道茶 只为寻觅最好的原料 烘焙出最佳的香气与口感 诱惑您的嗅觉和味觉 活化思绪 让感官神经放松与满足 达到极致的享受 一个好茶是必须要不伤身体 在你空腹的时候可以喝 不会让你睡不着 不会让你进酒都会苦涩 可以进到隔天都还可以喝 它来得这么干净 走入店内扑鼻而来的浓浓茶香 随着空气中的流动飘散开来 闻之神清气爽 沁人心提 顿时觉得平日累积已久的压力 随着吸入的香气慢慢的释放 而林贵松对于茶也有一份特殊的情感 我觉得是暖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温度 我喜欢这种的感觉 所以才会想充实这个行业 当然后来我选择的茶叶 属于台湾有的东西 我可以掌控它成的一个品质 在台湾有三百多年的产茶记录 因制茶外形大多以调索型 半球形的散茶供消费者批民 迄今更没有留下任何茶叶 可代表着台湾乌龙茶的历史文化价值 有鉴于中国云南普尔茶的传承文化 成为茶人相传的可饮用的古董 其珍贵程度使人趋之若鹜 我现在做的团圆茶在冲泡的时候 可以做到一个穷浆浴寒英菊花 百闻有余香 这个简介就是说我泡可以泡到二十几泡 相当奶泡 然后滋味香气可以大概香气在闻的时候 大概有闻到可以到达到十五分钟 这么长久 那这个茶就让你喝的时候 能够让你不会有任何的压力 团圆茶取自福寿山的茶叶 以传统的制茶工序纯手工不柔整形而成 再进入高密度烘焙法烘焙 来稳定生茶的保存收藏性 因此林贵松结合工艺美学文化传承的理念 让爱茶人士们可以收藏 我们的贵松他是一个文人 他很巧妙地用他的书法写上了第一代的传承 每传下去就再写上去 这样一个一个的传承更具有意义 也就是说你这个茶到了孙子辈 甚至于真孙辈的时候 他在取出来的时候 他会发现 哇 这前面有这么多的名人 在帮忙这个收藏 有这么多的人摸过这桶茶 而大家都舍不得喝它 就不会再让普洱茶专美于全 这是我认为团圆茶最大的意义 台湾的茶业 我觉得要把品质做出来 才能走上一个国际 才能跟别人竞争 以目前来讲都是做茅茶的情况下 产区的地方 他只有做一个基本的茅茶系列 其他的国家像大陆 或者是越南那边 其实海拔也越来越高在种植 台湾整个产业来讲 如果还维持现在的话 以后未来是会受到外界的冲击会很大 所以我觉得台湾要把品质做出来 当然烘焙这个部分 是目前没办法取代的 我们知道它是很好的品质 因为我们有年龄的经历 师傅林必须摆取 他必须摆取 他必须摆取 在这间店里 在背后 有些烤锅器 是很长的 很严重的 烤锅器 得到正确的状态 我们有什么叫 它来自台湾的烤锅器 它来自台湾 有一个客人 就是跟我买了相当多的一个老客人 一个电子的老板 他看到我做烤锅茶的时候 他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跟我太太两个人 非常的震惊 他讲了一句话 林先生 你是在创造文化 在写历史 你在恩责你的小孩 就这么短短几个字 哇 触动了我心里 确实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本来就有在想 能够留下来的 大概就是这个东西 把台湾最好的东西 能够传承下去